中央社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上午批评总统蔡英文提出的台湾价值 陆委会晚间表示中国方面不了解台湾是民主多元开放正义的社会 这种不当说法只会显现其无知与不尊重的心态 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上午宣称 如果所谓的台湾价值是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是将台湾民众的利益扶植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是将台湾的前途命运拱手交于外人之手而甘作遏制中国的棋子 那么这样的价值不是台湾之福而是台湾之祸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晚间发布新闻参考资料反驳 国台办发言人由于不了解台湾是民主多元开放正义的社会 对于台湾价值的不当说法只会显现其无知与不尊重的心态 陆委会重申台湾以民主自由与人权法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 正是台湾价值丰富内涵的体现 也是台湾永续发展的核心 更与国际社会的普世价值相连结 蔡总统日前受访时被问到中国方面对台动武议题 曾表示没有人会排除这个可能性 对此马小光尚武声称 民进党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 单方面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放任纵容去中国化 渐进台独活动等两岸关系 出现的复杂严峻的局面责任完全在台湾当局 陆委会晚间则回应 面对中国方面一年八个月来持续对台打压 威吓政府推动的两岸政策与作为 以展现克制与理性 反观北京当局一贯以傲慢负面心态 推卸应承担的责任 不愿意沟通化解分歧 这才是两岸关系形势严峻复杂的癥结所在 陆委会表示 政府有坚定的意志捍卫两岸和平稳定发展 并以主流民意的民主制度为一规 坚守台湾在两岸交流中的主体性 持续提升台湾染实力 深化两岸交流与合作 让台湾经验成为两岸人民互动与共享的价值